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求了半天 求赵明师不说给我们做个豆腐 对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比较素一点的豆腐 嗯 太好了 素的 那豆腐是怎么做呢 今天 就是烧豆腐 就是我们拿那个冬菇跟豆腐以烧行 就是基本上在家常里的话 大家做的比较方便一点 而且简洁一点 冬菇烧豆腐 对对对 那其实我还是得说肉哈 其实这两样东西哈 它都是跟肉搁在一起才更好吃一点 也可以 但是单周搁起来的话 因为冬菇的味道比较重 而且呢 完了后呢 我们烧的时候会让豆腐吸取这个冬菇的味道 到时候它吃着有个冬菇的香味 哦 两个一介味 对 借用一下 嗯 好吧 那我们学学这个素敬的菜 行 大块的豆腐外焦里嫩 风味独特 软滑的冬菇营养丰富 口感十足 这样一道简单的家常小炒 绝对令人胃口大开呀 制作这道菜我们要准备的原料有 北豆腐 香菇 大蒜 香葱 调料有酱油 蚝油 白糖等 把这一块豆腐给它改成块 这是一块北豆腐还是南豆腐 北豆腐 南豆腐会比较嫩 对 南豆腐会嫩 我们先从这儿中间开一下 完了 基本上给它改成小块 嗯 选的北豆腐是因为它比较韧 对吧 对 对 对 那如果我就今天就没买着 就买的是特软的那种豆腐 能做这个菜吗 能做 但是会很费劲 而且出来形状不好 因为它你做完了以后吧 等于说你烧的时候它会散掉 会烂 要不到我要那个形 对 对 对 没错 好吧 我们先先做点油 好的 先把豆腐给它炸了 这香菇是水发发好的 这事已经发好了 我们看到赵师傅做了一大锅油 对 因为这个炸豆腐必须要充分地用油的油温把它炸香才行 要不的话你可以去煎 对啊 但是煎的没有炸的香 炸东西适合烧着吃 煎的东西适合小火去炒啊 或者一些半煎煮的就可以了 明白 就是用炸它可以更透一点 对 然后烧着吃就更有味儿 没错 没错 对对对 明白了 就这么直接进去炸吗 因为有很多水分我看到这个豆腐 一般你比如说炸那些肉食啊什么的那些材料 我们都先要上点粉上点姜之类的 这个豆腐不用 今天就咱们在家里 因为像我们在酒店或者酒楼做的 我们会把这个豆腐上上再拿那个开水再冲一冲 这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因为它整体下锅的时候它不会沾 但今天我们会因为家里都我们会一片片下锅就不存在这种方法 所以就不用了 不用再拿热水烫一下 不用不用拿水烫 那可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如果不拍粉的话 这里没有那么多水 待会丢到油锅里会不会就那样了 会渐渐渐 但是要油温高的话 当时它进行它水分就不会出来 它会在豆腐里面 所以油温要足够高 反而就没事 油温必须要高 这个基本上要下锅油温可能应该在八成 油温要在八成左右了 一边热着油那边 我们一边请教一下赵师傅 这个香菇 我知道您今天其实除了用水洗净发开以后 还多了一个步骤 就是把它蒸了一下 香菇 对 拿好香菇以后 我们先拿生粉去洗它 拿生粉洗 对 生粉洗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香菇里面它会有沙子 放生粉 或者盐洗完 它沙子就会很自然的就出来了 就像洗衣粉那样 对 然后我们洗干净它以后 我们会放在一个盆里面 我让我们放上水 把香菇放上葱姜 或者给点蚝油味精 给一点点油 一定要给油 有点油的话它会很香 往上锅去蒸 大概蒸两个小时左右 这个除了来 才是现在这个样子 等等 首先干嘛 非得上锅蒸着一下 不蒸不行吗 不蒸 它没有那种香味 因为这个需要很香 使它更香 对 使它更香 那香菇已经很香了 还要割蚝油 对 还要割葱姜 割葱姜 就是它因为香菇本身 它有一种土性味 我们是为了把它去掉它的土性味 天哪 这个太讲究了 这个如果有时间 真可以这么弄弄香菇 好好伺候食材 食材才会好好为你服务 对 没错 现在这个油温应该 都已经行了 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先放一天试试 我躲远点 好 没有问题了 温不凉了 这油温还不是很高对吗 没有 现在已经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对 您不是说可以了 它就不会放水吗 没放水啊 而且我们放油锅的时候了 我们要顺着边下 它就不会溅了 假如你要往里扔 它肯定会溅进一身 其实是没有那种 封出来的那个 那种 油腥式水泡特别大 对 什么时候你看这水泡 就基本上快没有了 行了 那好吧 说明这个豆腐已经快干了 那水分快干了 就证明它已经炸透了吗 豆腐飘下了 等着豆腐飘下来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拔了 我们让它去上色 上色 我觉得就是因为刚第一片下去 其实就能看见那个第一片颜色 瞬间就变了 这也能证明油温是不够高了 对对对 不然不会那么快变颜色的 现在那个豆腐的边缘 已经感觉都特别挺住了的感觉 对 但是现在你看这豆腐没有 现在你这么看 豆腐特软 但是你炸好了以后 这豆腐是很硬的 你放上它就用 就发脆的东西 它之所以能飘起来 也是因为水分都出去干净了 水分越少 变轻了 它对它跳起来 现在已经比刚才 就不那么沉底了 所以豆腐呢 是要在高温的油锅里 好好地炸透 香菇呢 哎呀 今天这个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学到了一招 香菇还要被这样仔细地 伺候一番 加上葱 姜 一点蚝油 对 一点油 就色拉油 要是拿香菇重头 我们可以放一些动物性的牛脂 比如说大油啊 黄油 黄油不行 大油 鸡油 有牛油味 对 鸡油 对 鸡油 然后上锅蒸多半时间 上锅蒸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要蒸这么久啊 对对对 好 现在你看那个蘑菇 比这个刚才有点硬了 你看到 但是还是稍微有点软 我们再给它炸一下 都飘起来了 对 好了 豆腐就炸好了 你现在看这豆腐是硬的 对吧 你能感觉到它发脆的感觉 已经变成像我们在南方吃那种豆腐干了 对 现在我们就可以基本上保证这里面的水分都出去了 对 就上豆腐了 好了 好 我们先搁着旁边 第一步 把豆腐切成厚片 在油锅中炸至金黄色之后捞出备用 注意 炸豆腐的油温需要达到八成热 这样才能把豆腐中的水分炸出来 使外皮达到酥脆的口感 把这个香菇给它改成那个稍微比豆腐小点的块去 因为在这个冬菇豆腐来说 豆腐是主料 所以我们不能超过它 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有这几块就够了 我有时候要在家做这样的菜 就像这么大撒好的香菇 我就整块丢进去 那豆腐呢 它的味道 一个是味道出不来 在一个来说 它可能会塞不进去 你知道吗 对 这是一个很实在的理由 切了一点小葱 对 这个小葱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再用 好吧 现在我们接着开火 就用刚才炸豆腐的底油就可以 对吧 你看刚才倒完了以后 别有油了 但是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一点油就够了 其实做好东西 它并不是很费油 你知道吗 是 但是就比如炸制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炸的本身要耗费一些油 耗费点时间 耗费点 对 还要耗费时间 我们把香菇搁在里面 先下香菇 对 先下香菇 先煸的 给它煸出香味了 香菇这东西一预热 就会特别容易出香味 对 煸出香味以后 我们加点水 对吧 今天赵师傅教我们做的 这是一个烧菜 对吧 对 所以可能是离不开水 离不开汤汁 那最后我们这个菜的境界 到底是要有点汁 还是不留汁 基本上是要没汁 收干了 好 现在先把它关小点火 煸了一下香菇 然后加了水 对 我们调一下 放点蚝油 嗯 放了两勺蚝油 对 两勺蚝油 放两勺鸡粉 嗯 嗯 割了两勺蚝油 对 一勺鸡粉 一勺 两勺鸡粉 两勺鸡粉 完了一勺拌的糖 一勺拌的糖 对 然后刚才赵师傅说不用放盐了 完全靠蚝油的那点咸味吗 对 八勺泡和黄鸡粉就已经够了 第二步 把香菇改刀切块之后下锅煸香 然后加少许的水 放入蚝油 鸡粉和糖调味 注意 把发好的香菇提前上锅蒸制 能让它的香气更加浓郁 另外 由于鸡粉和蚝油中都有咸味 就不需要用盐来调味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豆放进去 一勺拌的糖之后 盐不用放了 因为蚝油和鸡粉有咸味了 对 调好这个汁之后就下豆腐 下豆腐我们就可以开火去慢慢去炖 开始烧制 往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点酱油 这是为了上色吗 对 上色一点点就够 因为你要是最后加的话呢 可能它的颜色不会很均匀 好 因为那个汁最后就会收干了 对吧 我们加的时候呢 稍微颜色有点淡 但是等最后出汁的时候 它的颜色就会上来 然后你现在加这很好 那出来肯定是黑了 明白了 所以颜色非常重 明白了 那现在因为是开始烧了 那这个盖上锅盖就这么走了 不管它过一会儿再来行不行 这个基本上你要家里做的很快 三四分钟 四五分钟就好了 所以尽量别盖锅盖 明白了 不要闷住它 对 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怕跑味的了 没有没有没有 只要是我们把豆腐稍微煮软点 让它充分吸收这个汁里的味道就可以了 我看到您还准备了一点水淀粉 是不是做 还有勾芡呢 稍微勾一下点芡 火呢就一直不用再动它了 对 保住这种中火 对 中火大火的样子 加了这一点点酱油 你得看 马上这颜色就不一样了 对 跟这些刚才金黄色有点发暗红色 上红色 对 因为菜重的话影响食欲 再轻的话 比如说白色吃的也也不好吃 你知道吗 对 好 现在我们可以稍微关小点火 原来我们拿加一点点淀粉 赵斌师傅在勾芡之前关火的这个细节 您注意到了吗 原来适当的降温 有助于芡汁更加均匀的打开 避免高温下淀粉结块的麻烦 您记住了吗 这么着的话 你看 它就很好的 果然那个 您的那个芡汁下的时机也很重要 对 它就裹上了 芡汁其实已经收的差不多了 对 它再晚一点就糟糕了 没错 而且呢我们走完豆腐的不能让它软塌 而且也不能让它太硬 它硬了没有口感 好 这时候我就把这个葱放进去 又关火了 对 接着这个鱼软就掉了 这个已经够了 因为这个葱本身可以生湿 你要直接烧身上它就没有葱香味了 你知道吗 要就是它那新鲜味 对 好 现在我们可以盛出来 好 你看盛完了以后呢 假如说因为这个东西就没 基本上是没有汁 所以它的所有汁呢 都会铺在这个 裹在这个 裹在这个 裹在这个豆腐上 东菇烧豆腐风味十足 简单易做 您也来试试吧 第一步 把豆腐切成厚片 在八成热的油中 炸至金黄色之后 捞出备用 第二步 香菇改刀之后 下锅煸香 加少量的水之后 放入蚝油 鸡粉和糖调味 第三步 把炸好的豆腐下锅 放入酱油调色 出锅前调入水淀粉 再下入香葱段 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 好了 这是今天赵斌师傅 教我们做的这道 东菇烧豆腐 对 对吧 虽然特别简单的食材 也是挺简单的做法 可是还是得用心才能有味 对 没错 今天赵斌师傅 还要送给我们一个天天锦囊 就是这个豆腐 今天可能买多了一块 没有炸那么多 剩下的豆腐 是不是还可以再做个小菜 对 没问题 一会儿我在家 可以做一个凉菜 就是普通咱们家的拌豆腐 但是我会用香春去拌 因为香春是本 一年四季 是只有是咱们春天有 对 但是我们现在会用香春苗去拌 但是香春苗是一年四季 都可以买到的 它吃到嘴里 也是一种香香味道 春天到了 还能吃到香春苗挺不错 因为我们刚才刚才说了 说这种豆腐是 比如说我们北豆腐 是盒装的 对吧 但我们没有盒装的时候 我们现在买一种大块的北豆腐 但是出来肯定会有 边边见角肯定会浪费 对 所以我们不让它去浪费 让它全部都能吃 好 再做个凉拌菜 好吧 这道造型独特口感清香的 香春苗拌豆腐 只需要三步就能做成 赶紧跟我们来学习一下吧 第一步 把香春苗细细的剁碎备用 用豆包布或纱布包住北豆腐 挤出其中的水分 第二步 调入少量的鸡粉 盐和香油之后 用手把豆腐和香春苗 搅碎抓匀 第三步 用勺子挖出一块拌好的豆腐 拿另一只勺子 切掉多余的部分 然后用两只勺子交替 进行定型 就能做出类似 橄榄的造型了 好吃又好看的香春苗拌豆腐 您学会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